欢迎大鹏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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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我应该是中国 做投稿球做到顶的人了吧 因为我从07年的时候 我就在网上做投稿球 从资历上来讲 我算是个老家伙了 他们都是95后啊 这一部分是我的 小小的压力 所以我挺期待 今天晚上的演出的 今天晚上我回来 Rawker是吧 上场三个人给架上来的 他们老是打感情牌 我怀疑他的腿是真好了 我告诉你 你要那么不想上淘宝买拐 你下巴买拐你找我 你知道我师父是谁吗 大家好 我是大鹏 你不用丑了 柳妍没来 你要说绑架这个话题 我告诉你们 我感同身受 我走到哪儿 别人都会问我 柳妍来了吗 我去宣传电影 一进那影厅 他 柳妍来了吗 前两天我回家 还有人问我呢 爸爸 柳妍阿姨来了吗 其实我跟柳妍的关系 真的不是大家想象的那样 所以本来我是因为避嫌 这个节目邀请我 我是不打算来的 因为柳妍不来过吗 柳妍说了 你们这里这个现代木叶的 叫什么呀 鲜雨纯牛奶特别好 虽然奶很好 但我还是不想来 不过呢 这个李淡 他威胁我 他跟我说 大王老师 我现在瞪大我的双眼 我告诉你 你要不来 我就在节目里面骂你 放歌了 这么干过这事 我心里啥 我这么大个味 我还怕他 所以今天我来到这个节目呢 可以说是压力是非常大的 毕竟呢 2007年 10年前 我就在网上已经主持脱口秀的节目了 那个节目叫大鹏得不得 你们看过吗 那就好 因为他们都是小孩 是吧 孩子 10年以前 这几个哪懂事啊 是吧 你们现在可以到百度上去查一下 大鹏 董成鹏 百度的词条 现在上面还写着 中国第一互联网脱口秀主持人 花了多少钱 当然这个百度也是可以自己编辑的 我最近没空更新那个信息 但是我的资历摆在这啊 同志们 我今天我站在这 我说不过你们 那不就证明我转行转队了吗 我呀 从主持人转行现在当导演了 我的第一部自己导演的作品 你们都知道 也都看过 是一个网络剧 叫做 不思男士 不思 因为你们得给做那个 还不如我 要不然节目里还得花钱 很自然了 不思 男士 我曾经一度被认为全中国 不思的代表人 真的 有一天我走在这个路上 看到了三个东北大哥 玩大哥走过去了以后啊 就开始议论 哎呀 是不是那不思 玩后呢就过来 把我围到一起 就说 哎 那个不思 你好 咱们能不能合张影 我吧 说实话 平时呢 不出镜的时候 不会像现在这么 光鲜亮丽的 是吧 我那天有点邋遢 有点狼狈 我就不想跟他们合影 我说大哥 那个 也不方便 咱们要不改天合影 我说三个东北大哥 温柔地问我 这个改天是哪一天呢 然后呢 我不仅单独地跟他们每个人合了影 还比心 我还给他们仨眼还合了一张眼 我拍他们仨眼照 那要我合啥呀 后来还加了微信 当然啊 是他们扫的我 我没扫他们 反正 最让我难过的事情是 他们加了我微信之后 他们还给我发红包 说这个是给我合影的钱 所以说 这个小人物 这个人物设定 在很长一段时间 绑架了我的生活 但是事实上 演绎那些小人物 其实只是我的工作 对吧 我最近呢 现在工作的重心 转移到拍电影上了 拍电影以后呢 又开始被票房绑架 马上 9月29号 要上映我自己导演的 第二部喜剧电影 叫缝纫机乐队 我正准备做宣传的时候 突然战狼2 火了 人家这票房 60亿 奔着方向去了 后来呢 我身边有个投资人 然后就劝我 说大鹏 咱们也 不要再拍什么 新的题材 新的故事 你也跟吴京一样 你就拍续集 然后我跟他说 我说咱们那个 煎饼侠2 确实不太好拍 因为煎饼侠 故事已经走到头了 往后我真的不知道 应该怎么拍 那投资人说 谁让你拍煎饼侠2 我让你拍战狼3 我说 这战狼3 怎么拍 没办法拍 那吴京一人 咱要告咱们怎么整啊 投资人说 咋告啊 咱们拍战狼3 说有一个地方 叫狼3 咱们搁那打仗 战狼3 我说 是 我也可以找个寺庙 叫狼4 咱两部一起套派 战狼4也给它拍出来 但是不是这么干的 对不对 所以我想了想 我还是拒绝了 我不拍战狼3 我怕我拍完以后 人家逼着我捐款 绑架 无处不在 我觉得咱也没有什么好讨论 因为你不让人绑架 其实也是一种绑架 你改变不了别人怎么看我们 所以你能改变的只有我们自己 就好像 其实我自己特别喜欢唱歌 而且我唱歌特别好听 你看你们 你看 你看你们又笑 你们又笑 我一唱歌你们就笑 所以呢 我最近拍了一部音乐电影 冯印记乐队 好吧 我在里面光明正大的唱 你们光明正大的笑 我才不给你们唱呢 收费 大鹏应该算是我们脱口旧大会开播以来 我觉得是最好的嘉宾 大鹏应该是专业喜剧人 所以他很清楚地知道在这个舞台上怎么表达语言 所以大鹏的表现像我意料之中的那么好 而且就像他说的 他很早开始做嘚不嘚的节目 因此他在笑点在梗的节奏上特别好